台北新車大展有些新車要來了 而且有些已經提前上市了 而且是現在討論熱度非常高的 那未來有哪些車要來 車廠現在嘴巴都瘋的都不敢講 但是林大維他已經在海外看到那些車了 Every car 事實上 事實上怎麼了 你已經說一點都沒錯 這些車子我都在國外的車展都看過了 這些車子在未來的台北車展基本上都會出來 而且對於明年想要進場購車的消費者 我覺得台北車展是一個很好來參考的地方 每一部車都可以坐進去 想看新海業嗎 想看新的X3嗎 想看Fiesta嗎 Fiesta 會不會來呢 今天會討論喔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覺得真的會丟州的 所謂丟州一定會噴亮會賣很好的 不只是可以看到實車 而且接下來應該已經有上市了 S-Core已經上市了 我接下來是試車 然後這裡面 你想看好哪一座 對 整個台裡面 我覺得這台名字必須的 跟這台人送的 我應該擱在 國散喔 沒關係台語 如果不是我這裡好也會不用說 那這樣我們不是講國語嗎 台語比我好都知道 吳哲二這個其實也不錯 我覺得這車會有量 那其他進口車我覺得會有滿 而且今天七哥冒無生命危險 跟我們偷偷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Nissar那一台車 對 你要什麼時候入手 這件事很重要 拜託今天一定要記住 我可能會被抓走 真的 我修正一下剛剛說 那是夢裡夢到的 對對對 然後呢 除了那個台北車展之外呢 我們還要看一下 因為參加的品牌非常多啦 車上很多 我們要看一下這一個 這幾台車都不錯對不對 對 可是日本人票選 那個年度風雨車西南哥 他們都沒有欸 有入圍 但是最後沒進前十強欸 對啊 我就打了好幾個電話 那個日本車評都不接 哈哈哈哈 連金水和夫不是有打電話 既然哥認識那些車評喔 對啊 都不理我 我會滿好奇到底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為什麼 多可能 冰式欸 那你會想說 他是不是就故意不選得 德系車 可是五系列 The Five Tuner 就有進前十強 那都聽什麼 他們也至少來 體管不出去阿 體管也在裡面啊 這很奇怪對不對 百思不得其解阿 怎麼沒招待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候機的 胆子有點肥 講了好多 我們都覺得台北上不應該聽到的 然後呢 童哥呢 就來幫我們看看 日本選的前十強 誰會 誰會勝出啦 CAMERY其實 是全新 對不對 然後可是到底日本人會不會喜歡 他曾經也是退出日本市場 對 貝貝哥說的 那LEX我覺得就是叫好不叫做 其實這一台好幫手比較好 這一台 其實我們有去日本的時候 真的滿山遍野都是他 而且他各種顏色 這個是在拍單板 雙色的 雙屋頂 各種色彩繽紛 這都不是台灣的貨車 對對對 這非常小一台 但是裡面的空間運用又很聰明 對 但是可不可以講一個台灣有賣的 其他裡面台灣都有 就講一個沒有的 人家說會很多人帶進來 他當然是很棒的 景況對不對 是我開了很多台 同時比較輪胎的時候 發覺他的真的整體性滿好的 對 事實上這次評選我覺得 像剛剛這幾台我們剛剛講過 事實上講一個創新獎的話 可能會搬給一次Vovo的 新的XC60 因為創新獎 Vovo在安全上面 他一直是走在滿前面的 尤其是主動安全 而且還標配化 標配做徹底 所以這個XC60我覺得 他在這次 或許沒有機會 能夠獲得進口COTY 但是他只有可能在這次COTY裡面 他獲得一個創新獎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T8車型有可能 對 就是這裡面今天真的很精彩 你想看到車即將都會出現在面前 然後他們剛剛很妙 李一同講了半天 都不是他推薦的 還節目上推薦是另外兩台 這太奇怪了 晚上11點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記得打開VoCiTi